有有韩国钢琴天使之称的这位音乐家李喜牙 出生时她只有四根手指头 不过凭着毅力苦练 她可以说是用生命来弹琴 三年前到台湾 她跟台中市长夫人邵小林结为好友 那么之后命运弄人 邵小林因为车祸受伤跟死神巴合 那么这趟李喜牙到台湾来举行音乐会 也特别跟邵小林见面 赶快飙瓦的心 张开吼随着优美的钢琴旋律 哼哼唱唱 邵小林唱出这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献给钢琴天使李喜牙 我身而外面有心 我身而外面有心 我你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两人越唱越嗨 一首接着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段跨国友谊 缘起三年前的李喜牙 来台第一场音乐会 生来就只有四根手指头的李喜牙 靠毅力谱出生命乐章 两人碰面不到三个月 邵小林出了车祸 三年后的重逢 这位韩国朋友最关心的 就是邵小林的伤势 跟上一次见面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偏话 除了你就是有一点 就是有状况之外 就是他还是觉得感觉是一样的 还是你的笑容还是很灿烂 喜牙还是一样漂亮 很勇敢 左手仍在适应电子手 右手无端撞伤 捆着大大的OK蹦 让李喜牙也非常担心 此趟来台除了宣传九月份的音乐演唱会 届时也会邀请邵小林与胡志强一块欣赏 最近是韩志弦咒语的台中 参观报道